大家好我是云烟 全网炒得飞飞扬扬的梅干菜扣肉事件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做梅干菜扣肉 学会了也不用买 自己在家里做吃得更放心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准备三斤五花肉 五花三层的最好吃 锅烧热以后 把这肉皮烫一下 烫出这种虎皮状 锅里重新放上水 把烫好的肉冷水入锅 加一点料酒 一点姜片 一点葱蛋 大火煮三十分钟 再泡一点我们前面视频做的梅干菜 煮好的五花肉捞出来 用叉子扎眼 再抹上一点老抽 锅里放上油 油温180度 把扣肉放里面炸 拿一个锅盖挡住以防止戒伤 把肉皮炸至虎皮状捞出 炸成这样就可以了 梅干菜泡好清洗干净 洗干水分 来调一个刻入的腌料汁 半勺猪口酱 半勺海鲜酱 一勺排骨酱 三分之一勺芝麻酱 半勺花生酱 一大块腐乳汁 一小勺猪肉香料粉 一大勺蚝油 三分之一勺老抽 两勺生抽 大半勺盐 一点鸡精 一点胡椒粉 一大勺黄酒 一勺高度白酒 三大勺糖 三分之一勺鲍鱼汁 最后加一点姜粉 所有的调料拌均匀 在扣肉凉凉以后 切成两个硬币厚的块 肉切好以后 放到这调好的料汁里面 拌匀 然后一片一片的落起来 一般十片一碗 倒扣在碗里 这样装好 所有的扣肉都像这样装出来 这扣肉全部装好以后 锅上热以后 加入油 将梅干菜炒一下 炒干水分 加一点盐 别的调料都不用加 炒好以后 盛到扣肉的盆子里 用剩余的酱汁 把梅干菜拌一下 这样梅干菜蒸出来也更香 拌好的梅干菜 放到扣肉碗里 做好的扣碗上蒸锅 盖上盖子 蒸两个小时 这扣肉蒸了两个小时 这肉已经蒸到 筷子一加就碎的地步了 非常的烂 这一道好吃的梅菜扣肉就做好了 肉口即化 吃米饭吃馒头都非常的下饭 有新吃的朋友自己在家里做一下 不用再在网上买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烟 下次见